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很多原生蝴蝶兰都是在夏天开花的 另外,比较接近原生品种的杂交蝴蝶兰也是在这个时候开花 我眼下有不少在开花 今天拿几株出来给大家看看 它们都是非常香的 在我面前闻一闻看一看,就让我觉得很开心 那我们就从左边看起吧 因为这一棵呢,对我来说呢,还是蛮特别的 它是我两年前就买的一株红鹿角蝴蝶兰 可是呢,这是它第一次开花 我当时买的时候呢,非常小,只有四片叶子 你看就是下面的这个一二和这面的两片 一共四片叶子 那后来一直不开花,一直不开花 直到两年以后,现在呢,都长了有十片叶子了 才第一次开花 而且花呢,非常非常的小 特别小,就这么一点点大 不过颜色呢,真的是非常深 晶莹剔透 我相信它下次开花呢,应该会比这个呢,略大一些吧 因为这是它的初花 不过说起它的味道呢,我能闻到的是一股中药的味道 我不介意这个味道 我觉得花呢,也很可爱 就是小了点 在它开花前呢,它的这个bud,这个花苞呢 之前呢,是黄色,上面呢,有棕色的斑点 我当时以为是标错了 可是后来呢,它就突然之间呢,变成深色的了 非常深 这一点很有意思 旁边这一颗呢,同样是红色 不过因为啊,我通常是挂起来的 所以的话呢,现在呢 我这样放在这儿呢,它是垂着的 它的味道很香 之前是比较红,现在越来,觉着越浅了 不过运气挺好的 这次居然是五朵花 你看这是,这两朵刚开 这儿呢,是最早开的一朵 后面还有两个大花苞 五朵花 挺美的 看 我再给它泡水 有一点流出来了 我拿起来的时候 Yafang Sensational 我之前呢介绍过它 下面的一朵呢 是Magenta 同样呢,也是有几个花枝 三个花枝 这个有一个,有花苞,两个花苞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三个 这是我去年蓝展买的 现在长得非常大 名字在这里 Germay Vincent 这是Valicia和Speciosa 杂交的 长得非常好看 因为通常是挂起来的 你看它都是 这样的一个状态 根呢和这个花苞呢都长得很好 这个小花苞呢是新长的 这个也非常香 同样我挂起来 它的花呢现在是垂下去的 叶子也特漂亮 旁边的这一棵呢 也是Valicia的杂交品种 这个太能开了 从圣诞节一直开到现在了 圣诞节的时候呢 是开第一朵花 落了 之后呢 这是第二朵 这个呢是新开的 圣诞节到现在已经是 半年多 七个月了 三朵花 下面还有一朵 叶子呢 有一片叶子呢变黄了 可能也是不断开花的原因 不过呢 它看起来呢是很强健的一个 根呢也很好 所以我不介意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香 具体名字我还真的不知道 只知道它是Valicia的杂交品种 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 因为它太香了 下面这一棵呢是Valicia Magenta 但是这次开花的感觉呢 怎么像是Indigo啊 因为它这次开花偏蓝 我记得它以前的话是玫瑰红 这次开花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发蓝色了 可能是和温度有关 它现在呢是两个花杆 这次应该是三朵花 我不知道为什么颜色呢 会变成这样子 手机照出来呢 有一点点偏紫 事实上呢 亲眼看见的话呢 它更蓝 香味呢也是非常好闻的 同样很健康 我通常也是把它挂起来 我今天都在泡水 所以的话呢就不把它拿起来的 一拿起来呢水就往下流 今天给大家看的最后一株呢 是一个杂交品种 它的名字呢是Sogo Relax 花瓣的非常厚 蜡质 颜色呢很深很深 圆圆的 同样它的叶子呢 也是圆的 硬的 这个花期呢 同样也是非常长 单花呢可以维持三个月左右 但是它的香味呢比较浅 同样呢也是有一股中药味好像 但是其中呢又夹杂着一点点甜味 不过总的来说呢 香味不是很明显 那其他的原生蝴蝶兰呢 味道呢就很重了 这就是我今天呢 想给大家看的几颗原生的 和半原生的正在开着花的蝴蝶兰 那我还有其他不少的蝴蝶兰呢 正在积极的长花感 转花包中 稍后呢再给大家看 谢谢